Hello 大家好 回到6月7日的新聞聯播 有我指程和大致在這裡 跟大家跟進兩岸國際的消息 英國派對門醜聞風波 最終導致首相約翰遜 我們昨天也有說過 就跟上任的首相文翠沙一樣 得到一個黨內不信任動議的投票 最後這個動議就否決了 是用他的211票對148票就贏了 成功保住了他手上的職位 但大家都在傳遺 怕他接下來的官信的威力會不會受創呢 我想我們昨天也有說過 昨天也有說過他應該沒事的 但問題 他真正的問題就是 我相信英國面臨最大的問題就是蘇格蘭獨立 這是英國真正面臨真正危機 其他都是其次 暫時來說 只要俄國打贏的話 也不會用核彈打英國的 但問題是蘇格蘭脫離 因為他不會讓蘇格蘭獨立的 那時候是給他投票的 這次他是不給他投票的 那如果蘇格蘭強硬會投票呢 那就是民主國家令 你不可以說 總而言之我就是李強硬投票 也不讓你投票的了 你現在你怎樣 所以整件事就會變成好 如果他理論上應該是可以 如果蘇格蘭再公投獨立的話 他是可以用巴塞隆瓦 那個叫做加泰隆尼亞模式去對待他 就是你總而言之你不是公投獨立 完了之後就拘捕你那些人 但是他敢不敢 敢不敢做呢 就是你是民主國家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拭目以待 蘇格蘭是那個獨立的牌點 因為上一次蘇格蘭獨立公投是中央政府批了 但是今次中央政府絕對不會批 這個政府絕對不會批 因為一批就肯定沒有獨立 所以肯定那個公投會過 所以這是一個兩難局面 你不批之後你會遇到一個競節危機 現在這一年裏面 如果那些人就算再想彈劾他 或者不信任他都不行 因為這一年是不會再有同類型的投票 是的 沒錯 順帶一提 他今年內就算那些人再多不滿意他都好 投一些不信任票 這一年裏面就不會有再次類型的同類型 應該可以的 他現在是一個黨內 你給我看看他那個 這個是黨內的什麼 他這個是黨的投票 是保守黨的人 是保守黨投票 所以國家可以再投的 現在只是保守黨提案 是黨內投票 所以各國家 如果國家議會可以再跟他 特不上動議 嗯 就是其他反對黨可以再提出的 嗯 不是這個黨是其他反對黨 洛杉磯主辦這個美洲峰會 美國期望有助可以收復前總統特朗普 時代對拉丁美洲國家關係造成的損害 這次的峰會召開的前 已經受到多國的抵制 是 你讀起來可以正確一點 嗯 峰會在昨天來說 從一些低層級的活動開始 然後各國的領導人就陸續到達了 那麼拜登在明天開始就會正式成為 今次美洲峰會的揭幕 就是為這個美洲峰會的揭幕 那麼英國的一些傳媒就報導 拜登今次的目標 是重新跟南美洲的鄰國可以接觸到 而美國作為東道主 就可以選擇邀請哪些國家出席 但是早期的計劃就表明 美國的對手 古巴 委內瑞拉 以及尼加拉瓜都會排除在外 理由就是因為這些國家不民主 我也不知道美國不民主 因為他們覺得羅斯不民主 但是俄羅斯很明顯是一個民主國家 是的 但是墨西哥他們就說 他們說是 他就說令到一些 那些人不滿 那些就是令到很多人不滿 那些人就說 如果委內瑞拉瓜不參與 我們也不參與了 因為他們覺得就是這樣的狀況 那麥西哥的話 結果是因為他誤判了形勢 因為其實呢 有幾幾個狀況的 就是拉丁美洲 大家知道是 不是很強力的 他們其實有點賞賜 因為其實東盟是一個 很成功的 就是大家雖然不理 但是大家都知道大家是弱勢 所以就 不知為何那麼多的弱國 放在一起 就變成了很團結 在東盟裡很團結 他們一來就怎樣打都 但是在東盟裡很團結 就是拉丁美洲似乎有這個傾向 而美國呢 他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對這些 無論東盟還是拉丁美洲 是很囂張的 就是不理睬他們 就是說 整天都是派個 派個小孩作為作福 就像中國以前派個太監 就作為作福去的地方 所以那些人一直都很不同 那現在乘機就是反抗 就是不同中國呢 中國怎麼會變成呢 中國找個大 找王毅和你到處 就是那個大官 然後就拆你鞋 我們不是這樣 我對你好好的 所以中國在這一方面就很得分 大約那個情況就是這樣 好 另外我們說一下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 戴兵 在安利會審議 烏克蘭的衝突背景之下 有關於性暴力和人口販賣的問題的時候 就指出 只有一個結果 我才可以解決到這些問題 就是停火停戰 恢復和平 這樣才可以避免到 對這些婦女和兒童 造成一些創傷 其實現在的衝突 其實都令到一些普羅大眾 都受到一些嚴重的代價 那麼 婦女的兒童也是面對人身安全 那些風險其實都很令人擔憂 你知道 無緣無故被人擔憂 其實都不太好 一美輸送這些武器和制裁 其實就是令到這個衝突繼續強硬 繼續長期化 擴大 其實沒有理由為了這些地緣政治 埋單 他都覺得應該快點停火停戰 他這個就是為了批評美國 批評西方 因為他們覺得 你們西方就在那裏給烏克蘭武器 那你只是說 對於火象添油 兩公婆吵架 或者兩個人 兩個朋友大吵架 你就不停地遞武器給他 所以他們就只是說一些人道物資 停火 他們的立場就是紮實停火 只是做人道物資 但是外國說 你俄國是不對的 俄羅斯是不對的 西方就說 那我一定要幫你打他 否則你給他欺負就不行了 所以大家的立場不同 所以中國的立場就是停火 你無論是停火才說 所以大家的立場是完全不相同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大框架 就是中國的立場就是停火 但是問題是 大家都不是很想停火的時候 它是不可以做到任何事情 嗯 你覺得中方沒有購買哪邊的 純粹叫大家停火 為什麼呢 東方當然是購買俄羅斯 但問題是 它不可以夠膽公開明顯幫助俄羅斯 嗯 好 然後我們又說一下 俄羅斯這件事 其實都繼續有不同的新聞 俄羅斯就宣佈擴大這個制裁名單 裡面竟然見到耶倫 耶倫等61人就永久禁止入境 擴大這個制裁名單 怎麼看呢 那這個很明顯 人家擴大了他 他就擴大了他 但是那些人我相信 都不是特別稀罕去進入俄羅斯 所以大家都說中國 我相信做政治人物 做政治人物 不可以隨便旅行 但是做政治人物真的不可以隨便旅行 但是你又要記住 其實你要申請的 我想政治人物不可以隨便旅行 將來會變成一個常規來的 大家很多人都會永久禁止入境的 OK 不是一個 大家做得吃得行 沒錯 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死 我經常都這樣說 很多事情你不做都不會死 但問題是你會很大犧牲 當然不去俄羅斯就不會死 你不會很大犧牲 如果好像我們不讓我們去日本和歐洲 那我就覺得 其實我覺得超多人去日本 日本和歐洲已經滿足了 嗯 嗯 好 最後我們再說 最近也有很多槍殺 槍戰 那些 但是呢 現在呢 加拿大方面 其實昨天也有這宗新聞 說將這些 槍支管制新法 即是一些 推動動槍支 管制 其中包括凍結加拿大全境的 手槍購買 銷售 還有進口 還有轉讓 那除了加拿大之外 其實就是 紐約方面都是 簽署了十項的 控槍法案 禁止二十歲以下的 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看著都讀錯 禁止二十一歲以下的人 即是青年 就買一些半自動捕槍 本身其實呢 講的 可以買這些槍的人 是十八歲 就已經可以了 但是現在呢 是提高到二十一歲的 那 一半自動捕槍 即是可以殺人殺得很多 殺得很快 但是問題就是 我相信 就是美國就 都是拆過輕兵 就是弄一輪 接著之後都是弄回 那加拿大就 槍控從來都比較嚴重的 但是最新的加拿大 就反而是他們 對於 現在加拿大對於毒品 是全部輕了 對於毒品 現在什麼毒品 只要你含量自己吃 你不是含量太多的話 你不是賣 都是沒有罪的 嗯 即是加拿大對於毒品合法 但是槍就沒事了 就是毒品就是什麼 現在就變成鴉片戰爭 就變成鴉片進去西方 這個是比較好笑的 但是問題是 我相信 我不知道美國那些是怎麼想的 因為如果你是那個暴政 你可以推翻政府的話 你應該是可以 他們擁有是比較大 比較 人民可以擁有比較大些的 攻擊力量 譬如坦克 火箭炮 如果不是怎麼推翻政府呢 即是他們的理論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嗯 即是理論就是 如果你擁有暴政 人民可以推翻政府 你如果是這樣的話 人民應該可以擁有些比較大威力的武器 嗯 如果不就怎麼推翻政府 即是你同意他們繼續管有槍械去 我不同意 我只是覺得他們自相矛盾 嗯 即是會有人幫助 即是加拿大還是美國 美國 美國才有槍 嗯 是的 好 那我們今天的兩岸國際去到哪裡 是的 OK 多謝大家 Hello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節目 記住 share like 和comment 還有記住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將我們的頻道呢 多些介紹給其他朋友 因為呢 用人傳人的方法呢 才是最有效 將我們的頻道 講給港大的香港市民知道 等多些人認識亞洲電視 等多些人呢 會收看亞洲電視的節目 好東西當然要傳遷你啦 希望大家幫手 Thank you very much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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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軽